上海本班菜有十六个字 四季分明 悬料惊喜 圆转圆运 讲究火候 原下我四五代代人上是 辣红 底米酱 特别酱 又咸又辣 现在我们的调料多了 所以现在做的菜比以前要好得多 我叫任德峰 原先是上海老饭的 上海大经馆的总经理兼总厨 我餐饮到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五十多年了 现在我还是在做上海本班菜的传承 客山师大家都知道 上海本班菜要客山师 客山师到现在流传应该已经一百多年了 因为传统的最初的话 它是签认工山师 它是鸡师 东省师 火腿师 在时尚呢 就是上海本部论把这个 当做金山宁山 以前做的是放山王里的 所以这八十年代以后呢 我书就想出来了 他感觉到草语不好 少英瓦号 少英瓦号以后呢 已经有个酒杯 酒杯把里面口上去 一层一层的口进去 在我手里呢 是研究到四十五克 四十五克 一千九百九十九根 美能美的一份 那就是做到精致化 结实化 剧化根源 叫继承传统不守旧 开头上心不往根 我干了这一行 干了五十多年 我也要跟着 现代人的需求 根据现代人的营养 根据现代人的口味 做调整的 但是我一个就是 老的东西要继承好 为什么我喜欢满大山 因为我要感觉我是上海人 我要做上海山 最地道的文化 走向全国 用我们传统的做 世界的神采 上海的味道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的文化 特别参与 走向世界